只要用新学道德经的话 我觉得都会把利益众生当成自己的人生信仰 当成什么 自己的人生信仰 信仰 对 不是理想 信仰 问题是 熟识之士或损之而异 或愚之而损 换一种说法 或利之而害 或害之而利 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亲近本心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 我们虽然有利益众生的心 但我们不明因果 怎么知道对它是好还是坏 换一种说法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起好心办坏事的这种现象 谢谢师父 好 怎么避免好心做坏事 第一 我们从我们的良心出发 从我们的良心出发 再来 没有自私之心 是以利益众生为优先考量 没有自私之心 同样你从良心出发 那你背后是为自己有自私之心 像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对方痛苦 所以从良心出发 没有自私之心 以利益对方为考量 从这里出发去做 原则 大致方向 不会错 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纯净度 还有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主宰欲 因为在一般人习性的运作过程之中 会把我们的主宰欲 会很巧妙的渗透进入 所谓的我是慈悲 我是为你好 这里面事实上 如果你有仔细去反观的话 可以看到是有私心存在的 像父母亲 为什么要把小孩子逼得很紧 表面上是为了小孩子 成绩好 功课好 好学生 但是要知道 背后父母亲 为人父母亲要去看到 我们有没有意思是 有没有主宰欲 有没有想要小孩子来实现 我们心中的理想 愿欲望 有没有透过 所谓的慈悲爱 但是里面呢 却有我们的私心在作祟 有我们个人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要去过滤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 就秉持着前面所讲的这样的原则 至于纯净度 这个就是要 你去做了 然后不妥当的地方 我们再检讨改进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是好心为你好 但是为什么对方 会产生痛苦 好 那我们从中再去检讨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 我们有没有私心 有没有那种主宰欲 有的话 我们就反观进化 OK 好 好